HELLO 大家好! 看看今天星期有什麼重點經濟新聞 麻煩你喵喵喵 每桶跌破零元 史上首次見負 紐約5月期郵報卸於300% 本週最震撼市場的事件 莫過於紐約期郵 拖天方跌到負數 今年可為郵價震盪的一年 繼3月初石油輸出國組織 與俄羅斯爆發油價戰 觸發國際油價暴跌後 今次輪到紐約5月期郵油價出現災難式暴跌 跌幅超過300% 使無前例跌到最低每桶負39美元 事源疫情蔓延令各國實施隔離措施 以及生產停擺 令原油供過於求的情況持續 美國時間今月21日 週二到期的紐約5月期郵盤中 最低跌至負39美元 週一 20日 修市報每桶負37.63美元 暴跌55.9美元 跌幅於300% 在5月期郵暴跌至負數之際 6月期郵維持在20美元左右水平 跌幅18% 兩者出現歷來最大的價差 由價跌至負值 意味著原油期貨買方需要向買方支付費用 在週二到期交付日 5月期郵脫離負數範圍 收報10.01美元一桶 升幅126 6月期郵州大幅下挫 一度低見7美元 收市每桶報11.57美元 下跌於43% 由價劇震拖累美股表現 兩個交易日連坐 週二到瓊斯指數收市跌631 跌幅2.67% 標普500及納斯達克指數分別下跌3.07%及3.48% 週四 23日 由價反彈加上美國國會通過新一輪紓困方案 華爾街股市回韻 道指升475-23494 納指升199-8462 標普升58-2795 總結美股本周表現 道指跌近2% 標普及納斯分別跌1.3%及約0.2% 回到本地經濟摘搖 信貸評級機構位於國際 Fitch Ratings 計去年9月日前再度就香港信貸評級 入AA下調至AA-評級展望就由負面轉為穩定 位於指 香港去年經歷社會運動 再遇上新冠肺炎疫情 經濟面臨第二次震盪 而香港與內地進一步融合 令兩地評級趨向一致 此外 近日港元強勢足及強方對換保證 金融管理局兩天內四度向市場注資 累計注入於77億港元 市金管局四年來再度入市刊衛聯繫匯率 港股方面 由家健庫加上位於將香港降級 利淡投資氣氛 憑指週二失守24關口以及10天線 收市跌536點 週四恆指指跌回升 未升83點 20天線失而復得 週五 24日 收盤日行指失去方向 最高見23957點 未能觸及24關口 收市跌失145點或0.61% 最後報23831點 成交額827.99億 港股全周累計跌548點 國企指數報9656點 錯47點或0.49% 成交222.61億元 紅丑指數收3700點 跌26點或0.7% 主板成交48.56億 內地股方面 上證指數報28808點 跌29點或1.06% 成交2441.22億元 好,今天先看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